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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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得见吗 音音 我是音音 音音 若晨 我咋呢 音音 若晨 你终于醒了 音音 来 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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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姑母 若晨 你轻心点 若晨 你就别看 看不对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帮忙 若晨 你都别动啊 我还给他好好卖 你想想办法吧 主持 我原以为 这极乐珍的极乐儿子 是登风造极的意思 没有想到还有如此之含义 这 若晨 若晨 若晨师弟 若晨 你终于醒了 刚才吓死我了 燕燕 师兄 齐先生 你现在感觉如何 我 觉得胸口好疼 像是有一喷火 又像是泡在冰水里面 我 你 你的手好冰啊 你给我暖暖 不就好了吗 好了 别看了 走了 快 快 季先生 我为什么觉得 除了胸口疼以外 我头也好疼 那还不是 我去接这擂炉子 那个季少侠这病 一旦犯起来 就是从豺狼虎报 头不得再怪 来 你哪儿疼啊 头疼 我帮你揉揉吧 你头还疼吗 不疼了 我还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一次是 上一次在耗水河畔也是 你瞎说什么呢 你下次再说这种 不吉利的话 小心 我就 想干吗 谈我一大脑门是不是 猜着就是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说你啊 你这一骂我 我浑身上下都舒服 你再一骂我呢 我这伤都不疼了 受伤的脸皮怎么还这么厚啊 若晨 你这次受伤 到底是孙果干的 还是迎风干的 反正事已至此 你现在再去追究这些事情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你能够平安无事 我想见你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随时见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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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